就是不好的你还要吃 那你就是头壳坏去 不要吃就好了吗 哇 这立法院总务处 真的是有把我们邱大委员的话 给听进去 现在流出了一份会议记录 就在表决前一天 这总务处赶紧开会才是 希望明年二三月的便当采购案上 要求业者能够提供猪肉来源 好 所以这会议记录等于就是说 我们立委们不想要吃莱猪 好 我们立法院所有人都不想吃莱猪 那就好笑了 如果绿委自己都不想吃 那为什么别人要吃呢 柯文哲说了一句话 他说别人的小孩就死不完吗 今天就有网友说 这立法院的便当啊 看来是一定是国产猪 未来应该要开放订购 我来问问我们聊天室的大家 你们觉得这立法院的便当 是不是不可以只给绿委吃 我们大家也想吃 应该开放我们全民来订购 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对的话 马上帮我加一 明明在12月24号的时候 这莱猪的行政命令 才要进入到的是院会处理 不过在23号的时候 总务处这边就已经抽钱部署 根据总务处的内部会议记录 您可以发现 主席特别财政的因应了 1月1号莱猪要开放进口之后 23月的便当采购案 他们希望业者可以提供猪肉来源 但上支行政官员下支律委 一致认为只要符合国际标准 就会很安全 那究竟为什么立法院订的便当 却还要看清楚猪肉来源 告诉我们说吃莱猪很安全 没有问题 那就不知道总务处这样的一个 是谁指示的 我相信总务处不可能自己 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代表现在我们都知道院长 副院长都是民进党籍的 所以代表民进党委员 是不是也很怕吃到莱猪呢 所以总务处就做这样的调查 标准的就是叫 把孩子吃不完 就自己我们可以透过机制来把关 他就说我就算支持莱猪进到台湾来 但我都不吃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来讲 民众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请民进党委员 你既然进了莱猪 你敢进 你先吃 这真的是重重打了 民进党的委员一巴掌 因为当时在立院 是谁投下说就是要维持原案 表示就不愿意把关 也不愿意针对有莱猪的部分做表示 才会有下来的问题 还是立委担心的是在明年元旦开放之后 这打开委员会的便当盒 发现里面居然是猪肉 这肉到底要吃还是不吃 他知道这个吃的有可能有不安全 所以他最好不要 那超前不俗 所以他们的命比较迟前 那把新年命就不迟前 就这样吃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立法院非常讽刺 这个新闻出来我再笑一下 然后我今天这边上一打开 很少说没有猪肉的 其实上个礼拜之前 几乎每天都吃猪肉的 那今天是鸡肉 就是拜托 所以猪肉已经在立法院 已经先倒数了 已经跨年了 已经跨年了 猪肉已经跨年了 有多少民众可以像立法院一样 我可以有个总务处帮我做把关 我可以每个便当来 新18年肉品怎么来 给我交代清楚 它的来源 它的QR Code 我可以去所缘 请问一下大部分的民众 能够像立法院这样子 有办法来监控它的来源吗 就是因为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今天 如果我们吃了这个便当 我却是非常对不起民众 所以我已经跟我助理讲 我从明年1月1号在立法院 我要吃素便当 大家有很多人把小孩死不了 所以常常是这样 像这个就是政治不正确 你如果民进来在立法院通过 你就不要去做这种动作 这只是多了人家骂你的那个理由 即便开放莱州的行政命令 在立法院在绿委的护航之下 强述与人属优势已经全数通过了 不过呢 是不是真的就这么乐观 以及安心呢 恐怕这一纸会议记录漏了线 以上就是记者郭先生 李飞轩在立法院采访报道 我希望有什么事 我先做这种动作